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BMW iX 从名字就得知到它能够带给你 Intelligent Experience 绝对和你以往看到的BMW有非常大的差别 不要再问我电动车可以买吗? 其他的电动车我不知道 但是这辆BMW iX绝对物潮所持 继续看下去就知道我一点都没有再夸张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BMW iX的车头并不陌生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它非常多的照片 在这个鼻孔许多人都讲它非常的丑 首先我在全球发布会的照片 我也看到它非常的丑 我完全接受不到这样的车头 但是当我拿到这辆车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很好看 这个车头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感觉 和我想象中的完全是不同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东西2D 3D和4D 都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所以这个设计已经是BMW未来的设计语言 你看BMW最新的车款 像是这个大改款的4 Series 还有在刚刚全球发布会的7 Series版本 已经采用这种大鼻孔的设计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会接受一些新事物的改变 这BMW iX的头灯组 它是采用这种非常尖锐好看的一个BMW LED头灯 虽然它不是Laserlight大灯 但是它里面的牌板保持一模一样 所以看起来不会有感觉它是Low spec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还需要这个Laserlight大灯 你是可以附加选项的 而这个BMW iX的Bumper 它是采用一种比较斯文高贵的设计 而没有那种太多的进气可散和body kit 因为它还有一个高背版本 就是Sport版本才有那个M Sport套件 你看到这个机盖它起伏非常的明显 有点像那种M Power的感觉 所以这个设计是和那个BMW M4有点相似之处的 而且这个机盖BMW原厂它是不鼓励你进行打开的 只有你在Wordshop或者是在它的share room才能打开 所以BMW为了你的方便 它在这个BMW logo的下方 你可以在这边加你的大进水 轮胎方面它是采用一个21寸的Aerowiews轮毂 这个轮毂不仅仅好看还有科技感 这个轮毂还有考量到空气动力学的来提高它的Aerodynamic 它配了这个Bridgetoon Arlenza 001的轮胎 它是专为电动车而打造的 它拥有更低的摩擦力来提高它的续航里程 而车身方面它已经比X5还要来的长 轴距也一样已经来到3000mm 而高度它因为它采用了这种Coupe流背式SUV的造型 所以它和X6的高度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车身旁边 一直沿用这个Gold Bronze来到这边 而且在C Pillar这边还有这个IX的名牌 而我相信这个车尾大多数人对它都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它走的是一种简约的风格 不像车头那么的夸张 而车尾灯方面它是采用这种3D LED尾灯 在晚上你开灯的时候它的仪式感是非常的到位 还有它在它名牌上方还是用这种Gold Bronze做点缀的 而尾箱方面肯定300多千也是有这个电动尾门的 而后备箱空间方面它已经超过了500L 你要放下一家大小的行李绝对不是问题 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用 它还可以有这个60-40分离倾导功能 当你打开这个后尾门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辆车拥有非常特别的尾灯 它在这个Boot里面还有一个尾灯 还有一个Double Signal 因为它这个后尾门 它当它打开的时候 它的尾灯是一体式打开的 所以如果你在夜晚打开这个后备箱的时候 它可以让其他驾驶者看到你的车 让你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这个BMW iX 除了它的外观红人之外 当你一跑到这个 iX 的内饰方面 你会感觉到 哇 这还是一个BMW 吗 它的设计完全和你以往的BMW 是完全不同的 当你一跑进来啊 它就会给你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因为它整个Dashboard 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按键的 只有一个悬浮式的一个Curvy 的萤幕 像是你的Gaming Laptop一样 这个非常高清的萤幕啊 当你在这个烈热的当空下 它的反射度也不会太强 用起来也非常的好 还有这个非常有战斗气息的这个 Staring View 它带有非常多的幅度 非常多的菱角 而且它是采用这种两幅式的设定 让你感觉到它的高贵 而且在旁边这边 它也沿用了在车外一样的 Gold Bronze 做点缀 BMW 依然保留了这种实体的按键 它的触感也非常的好 它不是给你那种 Touch Tensitivity 的 而且它这个设计啊 是为了它这个 Meter 而设计的 它让你看起来是非常的有冲击感的 它前面啊还有一个 3D 的 HUD Head-up Display 的显示 这边 WIX 的内饰啊 它的 Dashboard 采用的资料都非常的 Soft 它基本上整车里都找不到任何一个 Hard Plastic 的地方 所以它用料是非常足的 它大量采用这种真皮皮革的包裹 而且它整车因为它是电动车的关系 所以它是注重非常多的环保细节 很多地方它都是采用这种绒布的 这种绒布是采用植物纤维来打造 所以大家一家大小坐在这车里面都非常的安全 新车气味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 所以这个对我们健康来说是有所提升的 而且这个 Dashboard 的设计啊 它看起来非常的 Wide 非常的简洁 走的是一种极简的风格 没有太多的一些线条也没有 Button 就连这个 Storage Box 的按键都没有 就用这种 Hidden 的开门方式来打开的 所以在这个 Dashboard 方面它是没有什么按键 包括这边也是没有冷气界面 冷气界面需要在这个萤幕里面操控的 但是 BMW 还是保持到这个设计啊 这个设计是原本任何一台 BMW 里面都有8个冷气的按键 所以它保持一样这样的风格 而且内饰方面也是大量采用这个 Gold Bronze 做点缀和外观是相似的 而这个 BMW 最特别它就是采用这个悬浮色的 Central Console 它中间这边是孔的没有任何的传动轴 你可以从这边非常轻松的爬过去你的伏架 它的 Central Console 它是采用非常多的精美设计的 中间这边采用很多的 Shitec Piano Black 它采用这种 Shitec Piano Black 的材质 它可以受热后进行修复的防止一些刮痕 这边清理也非常的简单 还有它最特别就是这个钻石的旋钮 进行这个 iDrive 的系统的操作 这个旋钮的档次和那个旋转的那个质感都非常的到位 而且这边也保留了非常多的一些 Physical Button 而不是 Touch Sensitivity 的 所以用起来是非常的人性化 还有这边也保留了一个 Start Stop Button 还有 Auto Brake Hold 还有它的电子排档杆也位于这个位置 而下方还有一个 Wireless Charging Dog 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Dog 它是支持这个 NFC 的 所以它可以支持那个卡片式钥匙还有 Apple Car Key 的 讲到人性化 这个椅子还支持一个 14 项的电动调节 而且还有两项的 Memory 功能 它还支持这个 Heater Seat 还有 Ventilation Seat 非常符合马来西亚的天气 而且它还带有这个按摩的功能 这个椅子它的柔软度是非常的好啊 虽然它的包覆性就还可以 但是这辆车主打就是一个 Comfort 比较舒服的一个座子 而最特别就是这个头枕方面 它还有一个空洞的设计 如果你坐在这个主驾驶的后面 也是非常轻松的看到这个 BMW 的 Logo 的 而这辆车如果你要进出车的时候 它是要用这个电子按键来打开的 而没有任何的一些门板手 所以如果这个操作是不能的话 它还有一个 Back Up 给你的 就是还有一个传统的拉板在下面 然后它这个门板上面 它采用非常多这种真皮的材质 而且也有这种植物纤维的一些绒布 而这辆车它是配备一个 205W 的 12 颗普通音响 它是没有 Harman Kardon 的 如果你需要 Harman Kardon 的话 你是必须要附加选项的 而且它电动座椅的设定是在门板上的 而不是在传统的 BMW 的座椅上 这有点像 Mercedes-Benz 的一些设计 而坐进来这个 BMW iX 的后排啊 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 唯一一个拥有全屏后排的 BMW 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的传动轴 也没有任何的 exhaust pipe 所以它是可以符合一个全屏的设计 所以它空间感是非常的好 再加上这辆车的车宽非常的宽 坐五个人都非常的舒服 而且后面的座椅啊 支撑性也是非常的好 柔软性也是有在的 它后面还有这个四驱恒温空调 Forsion Climate Controller 左右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设定 你在 BP 热这边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 后来它总共有四个后排冷气出风口 你在后排也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热的 而且还在前方这边啊 还准备了四颗 Type-C USB 插槽的 下面这边你还可以附加选项一个 后排娱乐系统或者是餐桌板 它中间这边还有一个 Armrest 前面还有一个支杯架的 中间还有一个 Storage Box 而你拉这边你可以伸手去后面 拿你的后备箱东西 所以你不需要把整片方向来这样麻烦 它灵活性是非常的好的 我发现啊 车顶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啊 它的为了美观啊 当你没有用这个衣架的时候 它是可以盖起来的 当你打开的时候 它使用性还是有在的 你要挂衣服挂食物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设计啊 是非常符合马来西亚的一个设计啊 这边还有一个好像你的 Date Direct Double Hook 一样 你买了食物你可以挂在这边 而这 BMW iX 它采用的是一个独立的平台 叫做 Unique Anominium Space Frame 这个平台是没有和任何的燃油车共享这个平台 这是 BMW 啊 去这个 2012 年的 i3 过后 它是第二款 Purpose Build 的 Electric Vehicle 而这个平台也就是 BMW 是为了电动车而打造的 所以这个平台上啊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铝合金材质 还有大量的 Carbon Fiber 材质 这些材质啊 都是在一些700千以上的车子才能看到这些材质的 我相信这个材质是为了抵消掉这个 Battery 的重量 豪华车氛围灯肯定是少不了的 全产的主动式安全配备也是肯定有的 非常多的主动式安全配备我就列在上方给大家看 只是它是没有 360 这点就比较可惜啊 毕竟这台车非常大台 这辆车它是采用 76kW 的粒粒子电池 它拥有 326 PS 630 Nm 0-100 只需 6.1 秒 虽然这个数据啊不会讲到很惊人 但是当你一点它的油门就是立刻来的 源源不绝的动力完全没有任何的迟钝 它不需要引擎和变速箱来 Run In 要注意的是它的 Trotter 因为它是有 Braking Regenerate Energy 功能的 它是可以单独利用一个 Paddle 来操作的 就有点像 Nissan 的 E Paddle 当你松开油门 它就会有 Braking 的感觉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试驾这辆 BMW iX 的时候 记得 HANA SA 讲你要试多两圈 你要至少有一个10分钟 15分钟来适应这辆车 因为当你如果只是上去这辆车一辆车过后 你是完全适应不到这辆车 你会感觉这辆车很顿挫 这不是车的问题而是你还没适应到它 所以试驾的时候记得要试多两圈哦 因为它没有引擎的转速和声浪 如果你不看那个 Meter的话 你根本 feel 不到它已经跑到这样快了的 而且它的重量已经达到 2.4 吨 所以当你在跑很快很快的时候 它是非常的稳 这辆 iX 它是有四轮驱动的 因为它是由电动马达独立在车的前后 所以它可以更加有效的把扭力分配到各个轮上 to be honest 这辆车的body roll是蛮严重的 因为这辆车它车身蛮高 而且它车身非常的庞大 这也是我开过最明显的body roll的BMW 而handling方面它肯定会舒适掉一点点的handling的感觉 就和期望的BMW有所不同 BMW iX 采用的是 76kw 的粒粒子电池 它在 WLTP 的标准下 它可以充满电它可以走425公里 但是当你一打开冷序的时候 它是少了25-30公里的里程 在我们这种马来西亚的天气 哪里有可能不开冷气的呢? BMW Malaysia 也会附送你可以再加充电的 3-pin plug 的充电器 可是如果你这样充的话 你是需要33个小时 而你一般在 Public Area 的充电桩 11kw 是需要7个小时来充满电的 而如果是 22kw 只需5个小时30分钟 而现在我身旁就是BMW Cybergya 的总部 在他们每一间的BMW 4S Center 都有 provide 180kw 的 Super Fast Charging Dog 你可以回到BMW的 showroom 享用这个免费的 Super Fast Charging Dog 它只需少过30分钟 就可以把这辆BMW iX 充满 你可以看到这个 Super Charging Dog 的显示这边 它是显示着0-80的时间是多少 而不是到100kw 因为离离子电池 Lithium Ion 电池不鼓励你每次都充到100kw 对它的 Battery 的健康都是不太好的 而如果你要充满100%的话就要比较久 因为它会自动降低这个电流和电压来保护电池 因为离子电池最佳的状态是在20-80%之间 所以有电车的朋友要注意这项事先 如果你在外面走着走着的时候你快没有电 它也会自动挡黄帮你找到附近的电桩 所以这一点大家是不用担心 由于马来西亚政府为了推动电动车市场 所以你在2022年这一个年头 你购买任何一台电动车都是免税的 还有这个免费的Rute Tax 所以导致这辆BMW iX只需350千起跳 而它的高配版车型也只需要400千 为什么我会直接用虚这个字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BMW iX实在太便宜了 它的配备已经超越它的价钱了 你看它和它同级别的车型来相比 它自家的BMW X5和X6都要在500千或以上的价格 而它的同级别车型的size来讲 Mercedes GLE和Porsche Cayenne都卖着500-600千的价格 而它最直接的Direct Competitors电动SUV车款 也就是Tesla的Model X 暂时在马来西亚以平行进口方式售卖都要在800千以上 所以这个BMW iX它不仅仅给到你非常丰富的配备 BMW还提供这个8年的Valentity for你的Battery 还有Electric Motor 暂时还提供这个5年的Free Service 还有5年的Valentity 所以基本上就是no brainer的一款车 以这个BMW iX的空间 配备和动力总成已经超越它这个350千的价格 我说它会输给同级别车款吗? No!它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一台同级别车款 它甚至会赢过那些车款也说不定 所以这个BMW iX可以说是物超所值的一款电动车款 你现在买到不仅仅是一个电动SUV那么简单 你现在买到的是直通未来的入场票 它是让大众可以预先体验到未来BMW的设计语言 这个就是它的未来它的Future 这个BMW iX还可以带给你非常高的虚荣感 因为这款车你开在路上你在城市走 你的回头率绝对不会输给任何的超跑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内容 怎么样这350,000的未来座驾 会是你的奋度目标吗? 你对电动车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对这个iX有什么看法? 我们在评论期一起交流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我是Jaden 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